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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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李怡俭好 还是范仲淹好 真哪有这般见识 你从小跟着我 听先生讲书 在太后跟前听讯 在朝堂上看着 诸般不同的大臣争吵 怎会没有见识 臣不敢妄平前朝时 茂泽果然只评论皇后 还有 还有其他后宫的娘子们 连你也越来越拘谨 真的是无趣之急 罢了 这些年 你比小时候多了许多权力 比以前 过得更惬意一些了吗 臣现在职位 出宫倒是容易了些 官家要是有什么想吃的 想玩的 就要带臣去采败 小时候 小时候 我们都想找心腹 出去买些好玩的 好吃的 听些奇闻怪事的带进来 但得防着被太后知道 还得时刻准备着 对太后 问学问考实证 挑规矩 那会儿 便盼着太后 能去离其佛 记得每回太后出宫 官家都提前跟陈计划 可以玩些什么 结果有回 太后想整整一月在外 我们俩高兴地聊了一夜 结果 结果官家染了风寒 第二日便病倒了 太后担心 便取消了礼佛之行 严先生过来看望我 跟太后说 既然太子病了 不惜此做文章 就讲讲金书里的义事吧 他故意给我讲了史记中 淳于坤 劝谏弃王罢长夜饮宴的故事 讲到 最后淳于坤说 久急则乱 乐急则悲 万事尽然 他在说到乐急则悲时 就看着我笑 我岳伯先生 看着外奸边披杂子 边照看我的太后 只能郑重地感谢先生的教诲 感叹古人 当真英明 后来没了太后 也没觉得轻松自在 要防着的人和事 十倍 百倍 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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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s 对 GN√ sturdy 坚持学宣出了拜向的质术 张世勤拜赵文相 张德相拜吉贤相 大出意外 我之前听说四相结霸 桥中败相呼声最高的是 范仲淹须眼 还有呢 是王增吕玉剑宋寿 也有说是艳淑度眼的 结果竟然是这两位 你家学师院可曾听到有些议论 并不曾 我什么都对你讲 你才对我唐思 学生有思顺清 菜箱那种泡胀 怎可能不作议论 苏学士应召写 册封公主为福康公主的质书 官家看过了 说是对几个字不太合意 苏学士便去管阁找古书查阅了 韩思剑一早就应召去了重政殿 应召去重政殿 还有谁 我不知道 试讯是东宫旧人 曾为朕奖金解惑 博学高德 朕至今难忘 得相 一贯亲政质朴 多年来不挡不群 前几日 吕玉剑给我月杖写了一封万言长信 议论西境的便士 我月杖挑选的几条他颇为赞同 例如 西境多河谷地百姓散居 并无险峻关隘可评 而党项人生性彪悍 惜小谷欺扰 我朝应言何故 百姓聚落之地设债监牢 以兵居上 国家用人之计 朕反复思量 还是请两位再行为国尽力了 陛下台 赶不居功尽瘁 死而后矣 二位请坐 谢陛下 还是要请二位讲讲 对西境便士的见解 赵元昊过其不共 我朝当言辞之急 不臣之急 以中华之礼仪 教化之感染之 陛下 臣有些不同见解 安亲讲 臣以为 元昊如同其祖其父 狠霸彪悍 奸诈狡猾 反复无常 非用诗文礼仪所能感化 如今他荡平吐蕃回湖外患 扫清内部争权之心 必然蠢蠢欲动 不乏主动举兵 亲我边境可能 不立刻起伏吕玉仪 是正礼 财贬处 再一一起便寄召会 仿佛大宋没有他主政 便国不成国 但是 比张德相 张世勋 财德出众之人并不是没有 范仲淹 在京耿直进进 真兵实弊 在外做地方官 把地方的政务 处理得井井有条 深受百姓之爱态 当初 他被吕玉锦压制 如今 为何不招着回来 唯以重任呢 众望所归啊 过于众望所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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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文人品高借 能争清流至精神领袖 知音道音 官家 难道还能帝望得独大 能有一位 令天下世人谨养的圣人 能够引领以天下为己任的世风 假以时日 真可以起到一封一俗的功效 何其珍贵 何必置其于伙上 置于伙上 若入中书呈首相 主政国事周旋于君臣名之间 万事便不止须得有所主张 更须得承担后果 扫尾善后 所虑之事 所作权衡 便是整个天下 这把尺子 并不全是文人奉信的道义 孔孟是圣人吧 试问 他们何曾身居要职 何曾手握实权 何曾左右过一国之正事呢 童心相一起面胜 可听到什么真知灼见不诚 以我中华礼仪教化元昊 去其利己 使其更知是非廉耻 那我要上个书 便送些输入下 这当然并不够啊 元昊本蛮夷 读不出书中经义 得派个宝学洪儒过去讲经啊 张相是大儒 不如为国出事 不过后来 官家让我等讨论西境边士 下从李若古二位一贯圆滑 说了不少话 却如同什么都没说 只是我危言耸听了一番 官家怎么说 我猜啊 仲亲所言 剧斗十分重看 我觉得 官家内心对西境边士 十分明晰 只不过我朝祖宗制度 重在内方 如今北有辽 且无险阻可守 未得河西之地 便缺两种战马 不过我天下 哪个人 也不过我 可然而是 不过我 不过我 但是不过我 也不过我 你要让我家人 龚顺不肖其父 搏了曹将军 当日侥幸 以致吉日之患 今日若再侥幸 我看早晚得过 大好男儿 碰开披甲之河上沙场 洒热血 背边脚 却在这里 自贞俱拙的 为个不足岁的女娃 写封皇长女 扶康公主誌 不过一篇 例行公事的誌书啊 官姐居然亲月情改了两遍 又不是能继承大统的皇子 如今再尊贵 日后生儿育女 还不是要性别性 姊妹 慎言 官姐别的都好 就是有事不顾独断 过于心软情长 废物 快点快点 刻突出 来 弟爷 你来得正是时候 又拿茶砖 去那边换山岩猎物了 是 你看 今天这个颜阳多肥啊 一会儿我让他们熬上几锅汤 明天大火 又可以改善一下了 从今往后 不得再跟那边的人联系接触 否则以童敌罪处置 我又没说今天要处置 我是说 从今以后 不能再做换货买卖了 看来赵元昊是真的成敌啊 梁医生 逼偷在这儿问话呢 吓上什么嘴 我没乱说 赵元昊不要我朝测的赵字 改名闹销 自称巫族 巫族就是天子的意思啊 五天之前 还举行了拜天的大典呢 哪 方才听他们说 之后都得自称大夏子民 要称巫族 巫族也改了名字 我刚看他们墙上贴着这 我这没人注意就接了一张 你能听懂挡向话 是挡向字 我 听到听得懂 字认不太全 跟商货有关的都能认识 跟我来 哎 书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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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丫头喜欢热闹 平日阁里人一多 她就开心地手舞足蹈 近日跟她说 爹爹要带她去参加公宴 看许多漂亮大姐姐 弹琴 跳舞 也不知她是听懂了 还是怎定 竟然高兴了一天呢 公主还爱美呢 听见娘子说要看美丽的姐姐跳舞 就抓着娘子的胭脂和珠花不松手呢 可不是嘛 后来给她打扮起来 才肯把胭脂放下 关家 我的辉柔不用胭脂花点 便是全天下最美的女子 谁也比不过 你本来的女子 去哪里 你明天觉得可以 我怎么得 羊父多知请放心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姑娘们苦练了一个月 今儿终于可以在关家娘娘 还有各位宗亲王侯面前露脸 哥哥都兴奋得不得了 行了 都别聊了 回去好好准备准备 好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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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子已经递上去了 一会儿宫宴开始前 我会亲自照应官家更衣 跟官家说 你替碧寒答应了人家求亲 碧寒绝食反抗 今日领午换人的事 这丫头也真是练性子 我看她是铁了心 不加官家 就得死 你平日也太偏心 今日见蓝条那丫头打扮起来 也并不比避寒差 而且性子又温婉柔顺许多 或许今日官家见了她 更喜欢的 碧寒姐姐 你三天没吃饭了 身子撑不住的 你别倔了 他们已经去宫宴了 蓝条果然跳了姐姐的舞 今日是风光了 对我 第一次吃饭了 鸡王 小巳大王 你别让我坐下 骰子 天涵 愿意用一半的瘦 来换取官家 不看那个贱人穿我的舞衣 跳我的舞 报关宫门 开门 开门 驾 您这是怎么了 叫得这么急 军报还是贼报 西边 行刑如何 出了茬子 怎么了 官家今日先去了一封阁 在那边更衣 我就在这儿等着 想着官家过来总会有机会 可是刚才张茂泽过来说 中书递了紧急渣子过来 求入内进监 出什么事了 看来金人是没机会说上话了 赵元昊狂妄到极点 竟然改缘成帝 赵元昊 竟然改缘成帝 赵元昊 竟然改缘成帝 赵元昊 宗亲们都已到齐 此宴是不能辩旧取消的 那不但不急 宗亲们会平生惶恐 更会抬举西边的蛮夷 但梁府仲臣求见官家 官家若因宫宴不见在府 便会有担于宴隐之责 干什么呢 你不过是在学试院当个差 这么刻苦 还想考个近试 光中药组不成 我放着我 娘 你 你在天上 保佑哥哥 一生 平安顺遂 下雨了 怎么会下这么大雨 快收东西 那条姐姐 今日终于得以跳了我的舞 可是得到官家的赞赏了 这是我的房间 你好端端地跑到这儿来 可别再说是我惹你了 你没惹我 是我专门来笑话你 你别欺人太甚 我听说了 今日宫宴 众位皇亲给官家敬完酒之后 酒过三巡 官家便去接见前朝的大臣了 官家上次说了 要看我跳这支舞 当然也会等到 我跳的时候他才看 不会看什么阿蛮阿狗乱蹦的 原本你可能想 跳给某位王室宗亲 说不定哪位老皇叔就特别喜欢你这种 连老天爷都看不惯你这样 既偷我的舞 又偷我的衣服穿 你从水泄缸一出来就下大雨了 蓝鸟姐姐 这骆汤舞 我看王室宗亲 肯定都记住你了 我去欺负蓝鸟了 要骂就骂 我敢做敢当 不像他 肚子里嫉妒死我了 表面一副温婉大方模样 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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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也罢不信也罢 这事我不说二遍 此刻之前 我是想尽一切办法 想全了你的心愿 帮你一辈子 都得到你信义之人 只是 你没那个命 叫喜 你在说什么 喜本反了 可能很快就会有冰祸 此时此刻 官家绝对不可能再有心思 冒着大臣们的劝谏 去纳一个五娘 你和他 没有这个缘分 听我的话 说是好心情 准备好嫁衣 好好的 风风光光的 做一辈子 吃穿不愁有人供养 子孙满堂的富家娘子 我 吃穿不愁的人 怎么受得了 你看 刚才会要 不 非常 伤闻 食品 吃穿不你 肉 好吃 来 吃穿不 伤 我 那 都在 就这么搞了 慢慢的 马总 就这么多年了 今天怎么会好 就这样 先让伤口清洗清洗 上药 去歇一点 今儿不必上早餐 谁也不许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用阵容军的旧甲打造了新甲三副 一副给最善兵书的老大 一副给多病的小妻 一副给丹书 曹家后人 无论体质强弱才能高低 男儿女儿都要记得 曹家但只有一人 宋土不可失一寸 赵元昊在河西称王 独立为政 时而扰边 这都不意外 只是此时便对我朝下国书挑衅 竟以兵士相携 意料之外 确实是意料之外啊 官家 早知元昊定会循击反叛 赵山玉遇害后 吉克密诏 吕仪简等能臣上奏分析 但是 近年采集的军情民情 揭演党项朱镇始终贫瘠 产出的两米 绝不足以支撑大军禁犯我朝 暂时不致公然挑衅 官家仁厚 不愿因传闻中的不臣之举 和少纳得些贡物 而兴师问罪 没想到 这赵元昊竟是个疯子 女人 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剑月之在 不用请罪 这个娘娘 我不想做了 你们都先下去 陈冲装了娘娘 罪该万死 然而 自来只有师德被废的皇后 没有自行放弃后卫的皇后 而被废的皇后 赵叔会将师德之处 写得清楚明白 记入国书 留成史册 我实在没有本事 让我的夫君喜欢我 她本就不想娶我 但是从前 她至少愿意指点我的书法 和我聊前朝的大事 自从苗娘子未分一世 到最近的环儿 张先生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我要歇息了 环儿的事 廖子对我讲了 放心 关家不知 娘娘心疼环儿 便替他们两人担了一切 却让关家以为娘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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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